每天吃完饭要洗碗的 一定要在水池上挂一个这样的沥水篮 以前洗碗总喜欢往水池里倒剩饭剩菜 清理起来很麻烦 这个就很好用 直接挂在水龙头上 平时吃剩的饭菜残渣倒里面 洗碗就很方便 还有老公喝完的茶叶 沥水快速还不足水槽 体积小巧 洗碗洗锅也不占地方 满了直接倒入垃圾桶 还不留残渣 平时洗刷工具放里面 沥水也很不错 刚添落沥水篮 可算把我们家下水道给拯救了 每次洗完菜 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堵在那 得用手抠才能通 但自从用了它之后 就再也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洗完菜后直接倒进去就行 很快就干了 特别方便 而且平时喝茶剩下的茶叶 吃不完的米饭都能往里扔 完全不会堵住 简直太好用了 以前直接倒水槽里 清理起来很麻烦 这个就很好用 沥水快速不堵下水道 栽菜拨涮直接丢里面 就不用弄得满池子都是了 满了一倒就干净 平时用它放点洗刷小工具 台面变得干净又整洁 我就想知道 到底是谁能设计出这种东西来 剩饭剩菜茶叶水 可以直接往里倒 以前直接倒在水槽里 很容易堵住 用手抠还不卫生 这个就很方便 利水干净快速 不会堵住下水道 还能用它收纳厨房垃圾 满了一倒就干净 家里有水槽的 千万别错过 请不吝点赞